大家好,我是苏小和 今天我们继续扯一扯透公国 发生的特别荒诞的事情 自媒体、微博出现了一个 非常的荒诞的人物 叫做赵盛业 还是个年轻人 据说还是一个教授 是某某大学的一个教授 85年生的中国计算机学会成员 各种工程师、分析师 93学社的社员 沈阳工学院的教授 沈阳工业大学特聘教授 还是什么创青春全国大学 创业大赛国赛评委 中国上海浦东干部学员 中国保调协会联合会成员 博士研究生 他说了一句什么话的 我想有的人也看到了 真是让人毛骨悚然 他说他有三个设想 每一个设想都是怎么干掉地球 干掉人类社会 第一个是说中国不是有核潜艇吗 他建议把中国所有的核武器都装在中国的一个核潜艇的里边 然后又中国的海军战士开着这个核潜艇开到太平洋的中间 然后把这个什么核潜艇给引爆了 完了以后他说据他的物理学的知识 他说这个掀起的海纳至少是2000米高 整个地球上除了喜马拉雅山 青藏高原以外 其他的地方都被海水淹没 这个世界就没了 这是他的第一种方案 第二种方案 他说在这个什么 青藏高原 喜马拉雅山 在那个地方把中国所有的核弹头都运过去 然后在那个地方引爆 然后他据他的物理学计算上他可以这个引爆所形成的那个威力呢 可以这个改变这个地球公转的这个轨迹 然后让整个地球呢 就脱离现有的运行的轨道 在宇宙空间飘 然后地球就是空气什么其他的条件都没了 太阳也没了 完了以后呢 就地球就整个就搁了 那第三是什么呢 就讲他说在四川盆地 那个地方钻一个一万米深的洞 然后呢把这个所有的核武器都放进去 然后引爆 然后就是 然后那是什么呢 引起整个地球内部的核心的一个全面的崩塌 然后这个地球也没了 你说这就是 这就是中国的所谓的这个博士研究生呢 然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也讲了 倒是蛮诚实的 他说这个什么 如果特朗普疑心与中国抗衡 不给黄种人和黑人留有任何生存的空间 甚至在未来的解放台湾的战争中插手 其行为就像遭遇到中国的这个毁灭性的打击 就是与全人类一同同归于尽 就是看到这些话了以后 一开始是漫不经心的 也没什么太多想法 但是仔细想想 这才是中国的民情啊 真的 这是中国的年轻一代人 他们就这么想的 中国是一个什么 全人类社会啊 恐怖主义的集中人 大本营 我跟你说 什么本纳登啊 什么这个那个的恐怖主义啊 什么的什么的 ISIS这个组织 你跟中国的那帮年轻人比 那小意思 根本就排不上号 你瞧瞧他这个说的话 所以有些事情呢 我们要这个仔细辨识一下啊 你才能体会到其中的荒诞啊 也能体会到这个中国的年轻人啊 在共产党的洗脑之下 他变成了一群怎样的畜生 是多么的可怕 首先第一 我们看到 他这三种方案都是什么呢 都是把中国人自己人不是不当回事 首先干掉的是自己人 你说是不是 你说你把一个核钱顶 装满了核导弹 核弹 然后放在 开到这个什么太平洋中间 而且那里面也得有船员的 有你的解放军的战士 有你的自己的 按照他们的话 是你的同胞 你说是不是 你你炸的首先是你自己人 是吧 第二就是你在这个什么 喜马拉雅战争上 放这么的核 那个地方据说也号称是你中国的地方 那地方的人也是人 你说是不是 第三 更是你在四川盆地 那是中国的这个内陆的中心啊 那你那你四川 四川省这个地方四川盆地的人口密度是最大的 都是你自己的人是吧 你说他他这种想法 他完全是没有任何意义上对人的生命的一个尊重 你说你说他是恐怖主义 其实恐怖主义这个词比中国共产党培育出来的这帮小孩 那可要我们命的多了 真的 你想想你这像什么话呀 而且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这帮这种言论在微博上面 就大行其道 到目前还没删 还有很多人在那里讨论 还说干得好 很多人在那叫好 瞬间点赞 好几万个点赞 都觉得应该这么干 所以这不仅仅是这个性照着小傻叉的一个个人的言论 很多人都这么想的 你想想 你说是不是 这非常的可怕 这帮人都是脑子里进水的吗 怎么充满了如此的仇恨呢 说你这个时候你跟他讲道理是没用的 因为有些人在那上说你是反人类呀 说是中魔了呀 这种话都没用 我告诉你 最关键的是他是后台有人指示他这么做 而且可以让他这么做 最搞笑的是他写了一段中文以后 他还怕外国人看不到 他还因为他是个博士研究师 好歹也会点英语嘛 是吧 他还把它翻译成英文 中英文的双语版 然后他巴不得你外国人看到 你的这个什么美国人看到 你说他 而且你想想 这么三个特点加起来 第一个是坑自己人 第二是官方允许的 那么多人点赞 第三是他中英文双输出 是吧 让全世界知道他在搞搞这种说这种这个什么恐怖主义的言论 你说这不是后面不是有习近平指挥那起了怪的 你说你在任何一个国家你这种言论 涉嫌到一个典型意义上的一个恐怖主义言论 那绝对是不可以的 你至少社群里应该把这种言论要删掉 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在微博在微信这样的地方 这种话是可以长驱置入 这没有人这个什么管的 而且他巴不得你这么搞 是吧 反而像我们这种说几句 再正常不过的话 一个一个的接着被删 你就想想中国进行的国内已经到了什么情况了 非常的可怕 哎呀我就想想这个是真是 全世界还有那么多的国家 还有些国家还舍不得跟中国人做生意 可还舍不得放弃中国的利益 比如说美国还有一批人是不是 比如说这个什么 因为德国是不是 比如说韩国都还在那里预包琵琶办遮面 我看了一下真正包括台湾 我告诉你很多人都舍不得 跟中国真正实现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脱钩 孩子那里一一步是藕断思练的 你们想什么呢 你们所面对的事情什么人 你们知道吗 哎呦真是让人急死了 当然了 这个消息呢 这个所谓的新赵的这个小畜生呢 也没什么值得过多关心的 因为这是共产党鼓噪的 但是我同时呢看到另外一篇文章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可以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是讲谁呢 就讲说这个中国不是有个外交学院吗 是吧 外交学院呢 以前有一个大使 有一个党委书记啊 挺有名的一个人 我在北京听说过这个人 但是没有没有见过他 叫袁南生啊 老人家啊 早就年纪年时已高了 早就退休了啊 是外交学院的党委书记 然后呢做过这个津巴布韦的大使啊 苏利兰共和国大使 然后还在美国的旧金山领事馆做过总领事啊 这样的一个人啊 说到外交学院呢 那我虽然跟他没有见过啊 因为他不是一把手吗 这个我的话说的也不大对啊 也就是我跟他的一把手是见过的 以前他那个一把手啊 叫叫那个叫什么呀我一下子嘴边我又想不下来的啊 吴老师我做这个啊中国中国企业家精神特质研究啊 吴建民对吴建民老师啊 当然不是现在做这个什么啊 优管的吴建民啊 这个而是另外一个这个建设的建吴建民啊 中间他的建好像是建身的建 吴建民老人家啊 前几年呢他去武汉去办事 结果出车祸了去世了 那个这个吴老先生呢 他的级别比这个袁老先生要高一点点啊 他做过法国的大使 法国是大国嘛是不是啊 做过外交学院的校长啊 所以呢我对这个袁兰生呢 袁兰生老先生是有一点点印象 我听这个吴老师说过他说过其他 说他是比较开放的 他这两天在微信的公号上面写了一篇文章 我觉得写的挺好的 他就讲说这个当然他是暗杀摄影啊 是春秋笔法了啊 就讲说这个一个国家如果与多国同事对抗 岂只是外交灾难呢 也就是说你如果你是你像习近平现在这么搞的话 与多国同事对抗的话 那当然就不是外交灾难呢 而是一个什么战争灾难 而是一个毁灭性的灾难 所以他举了很多例子 中国人说问题嘛都是讲历史嘛 讲段子嘛是吧 讲了很多段子 你比如他讲了说 1900年6月21号慈禧台后下了一道宣战御址 宣布清军义和团一起向俄、英、美、法、德、日、宜、澳、西、比、和十一国开战 口号是与其苟且图存啊 遗休万年啊 若若大张大发 这个义决雌雄 念错字了好像啊 大张吃法边吃的吃 宣战公布这一天开始 20号慈禧台后就以命清军义和团 向外国驻华使馆发起总供 不到三天时间四个使馆被烧毁 随后攻入并烧毁法国使馆 并一度攻入这个什么德国使馆 所以慈禧台后就发起了一张像同时向十一国宣战啊 你看到没有 然后他又讲的是文革的时候一个段子啊 文革时候中国当时的口号是什么呢 打倒美敌啊 打倒苏修 打倒各国反动派 不仅在政府外交层面四面树敌啊 在党政外交层面也论战不断 同时对这个苏联呢 印度意大利法国等国的共产党是口诛笔法啊 而且发表了一篇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啊 然后这个什么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啊 同时呢 与蒙古保加利亚印度缅甸肯尼亚 捷克斯洛法克 印度尼西亚英国以及民主德国和苏联 这十个国家发生严重的外交冲突啊 当时的这个外交使馆的从十四个迅速减少到五个啊 外国驻华领事馆又圆在这三十多个减少到只有六个啊 所以他很有意思啊 然后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啊 就讲说这个什么 就讲说这个抗美援朝啊 说这个中国共产党刚刚建国啊 这个毛泽东就决定要去朝鲜打一仗啊 当时的联合国国军是根据联合国的安理会议第八十四号决议组建的 由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河南比利时 卢森堡西纳土耳其哥伦比亚泰国 菲律宾南非爱瑟荷比亚等十六个国家的作战部队联合组成啊 美国只是起的一个指挥的作用啊 所以毛泽东出兵了啊 当时全世界只有七八十个国家由于出兵 结果中国就迅速与十六国处于一个完全的对抗状态 在开国初期就与相续四分之一的国家在战场上相见 然后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就讲日本啊 日本因为西区珍珠港以后啊 然后就开始与整个西方世界啊就为敌 他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呢是不是 就说这个因为美国是老大嘛是不是 很多国家都是美国小跟班嘛是吧 所以呢这个一旦跟日本人开仗 美国一跟日本人开仗 所以其他的他这些小兄弟都跟这个日本人 也形成了一个外交的冲突 一个战争冲突啊 所以他就讲的也很有很有意思的啊 当然他还讲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历史上的例子了 我觉得都讲的挺好 你要知道这个什么他讲日本在这个偷袭美国珍珠港之后啊 日本不仅仅是美国形成一个正面的一个战争状态 而同时与英国法国苏联澳大利亚中国等处在一个战争状态 所以他是这个这个外交外交官嘛 他当然主要是从外交层面去讲这些事情啊 他说你一个国家不能同时与多国为敌 所以你想想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文章也是让我们是浮想联篇啊 嗯 习近平今天的外交格局就典型的与多国为敌 今天的几乎全世界 我看了一下除了这个少数几个国家啊 其实对中国也有意见 但是呢不说 其他的国家都跟中国都落翻了 所以你从王毅这次去欧洲你就看见到 连德国都开始骂中国啊 本以为德国是站在中国这边的 现在不骂中国的几乎就很少很少见了啊 最近一个最好的消息就是日本这边呢 这个很多的日子企业从中国大面积撤退 因为安倍出台了一个错是嘛 凡是从中国撤回日本本头的公司 政府都补贴很多的钱啊 结果呢这个很多日本的公司又运生而动啊 然后就离开了中国就回到日本 然后呢以至于他当时安倍政府拿出的 那个财政的预算呢不够 然后就赶紧追加啊 议会迅速通过追加方案 因为回去的公司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大量的公司都在撤 包括韩国的三星啊 还有一些LG这样的公司 由于受到美国的这个禁令的影响 也开始大面积的停止 跟中国的跟华为的共和的合同 也在大面积的撤退 很多这个工厂都已经关闭了 所以全世界几乎就是所有的国家啊 出了朝鲜啊 俄罗斯好像也对中国也有微词 但是好像不是那么明显啊 其他的国家基本上都与中国处在一个对峙的状态 哎呦我觉得这个习宝子的这个一盘棋啊 真的下的够大的 但是我想分析的不是指这些我们司空见官的 所谓的历史展顾啊 或者是当下的现象 而是从啊这个姓赵的小畜生的啊 我们说到习近平 然后再说到这个老外交官的啊 袁先生 袁兰生的这篇文章 这个时候出来也是蛮有趣味的 所以你想想从这个姓赵的这个小畜生的言论里面 我们就可以直接得出结论啊 土工的这种恐怖主义的言论 这种与全世界为敌的言论 它是需要中国的民意支持的啊 这种民意是共产党操控的 所以年轻人一代啊 除了极少数有正常常识的人之外 大多数的年轻人都已经被训练成一批这个恐怖分子啊 所以说我们一说恐怖分子就是指塔利班啊 指ISIS啊是不是 你想想当年的那个义和团 那帮人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 当年他们已经最后闹到什么程度 为什么八国联军要打过来 他们连德国驻中国的大使都杀了 你想想吧 我们以前老以为只是杀了一些在中国传教的 一些基督徒 一些传教士啊 杀了一些平民 没想到他们真是把德国的大使都杀了 你说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其实是11个国家是不是 很多个国家过来要攻打你中国啊 但是形成了一个权人的一个共分啊 所以中国人永远不认识自己的错误 什么落后就要爱打 你根本不是落后就要爱打 你落后根本没人打你 你是自己打别人 你是自己与全世界为敌才遭打的好吧 所以有人就开玩笑吗 说中国以前说落后就要爱打 那你为什么你现在 你不是说自己强博了吗 崛起了吗 那你为什么全世界还要围堵你呢 你之后又说人家欺负你是吧 说人家霸你你到底是落后爱打的 还是你强大的爱打呢 你前后逻辑说不通嘛 是吧 所以中共啊 这个治下的这些屁民啊 小孩啊他是完全没有老子的 真的非常可怜的一群人 你骂他都没有什么意思 第二个就是讲说这个包子敌 是当今人类社会最大的恐怖分子 他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 我告诉你 这一切的事情在中国 这么大张旗鼓的上演 都是包子敌受益的 都是他希望这些年轻人上去 为他当炮灰 直生命与不顾 你说这种人呢 也不是第一次出现 你是吧 你比如以前戴须说要牺牲整个什么 西安以东的 啊 这个土地和生命 那中国不是90%人都都没了吗 是不是啊 这会儿就更厉害了 把整个人类都绑架进去了 这就而且关键是这种严端 他居然就没有什么果 哎呦 还大张旗鼓的 还有那么多人在那里点赞 所以习宝子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头目啊 我们是真的是希望西方世界的认清这一点啊 中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蛮族 啊 这个定位是非常的准确的啊 这是我我对中国共产党的定位啊 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蛮族 当年欧洲文明差一点毁 一旦也是遭到蛮族的攻击 所以今天整个西方文明 从现在开始已经遭遇到蛮族的攻击了 不要以为他们真的是打打嘴炮 从他们现在像全世界释放这种武汉病毒 你就知道接下来他们真的可以用核武器 绑架整个人类 他们干得出来的一点都不是 你不要以为他们是打打嘴炮 他们是真的啊 他们是我说的一句话 我再说一遍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蛮族 那第三个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元先生元男生啊 这个时候放出这篇文章 真的老先生都已经要入土的人了 都八九十岁的人了 真的八二十多岁的人了 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真的为什么最近爆出这么多的体制内的人 开始公开站出来说这句话 比如说蔡霞了 比如说任志强啊 比如说这个元男生老先生啊 真的是都看不下去了 你这个国家同样的错误 你犯了多少次了 一次是错误 第二次是愚蠢 第三次是疯狂 中国现在已经疯狂了 这个疯狂的头目是谁啊 你说还有谁呢 是不是就是习包子 习近平这个畜生你知道吧 所以大畜生和小畜生同时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 中国人遭罪了 真是人类是会跟着跟着也遭罪 哎谢谢大家